金秋十节也是吃螃蟹的时候 在四川开江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 这两天正式开启了大规模捕捞 最大的一只螃蟹有足足九两种 我现在是在四川达州开江县的 大闸蟹捕捞现场 今天上午一共有20艘渔船 在这里进行大闸蟹的捕捞 因为这里的水质好 而且这个矿物含量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们看到现场 我们捕捞起来的这个大闸蟹 是非常典型的青壳白度 这种也被他们誉为 是这种质量比较好的大闸蟹 在开江县当地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 大闸蟹不仅个头大 而且色泽鲜艳 蟹黄肉质鲜美 经过15分钟的清蒸 我们刚刚捕捞的这个大闸蟹 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盘中餐了 我们看到这个个头真的是非常的大 而且这个高黄也是很饱满 真的可以说是黄满高肥 而这个也是我们大闸蟹好坏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据了解 从10月下旬开始 大闸蟹捕捞将持续约两个月 目前开江大闸蟹生态养殖面积 突破2.6万亩 年产大闸蟹等特色水产品 750万斤 实现产值2.5亿元